在这张专辑里面 有特别介绍表演的主角 一个就是我本人 还有Jorge Luis Sosa 其实Jorge Luis Sosa在我这张专辑里面 表演这两首歌曲 它就是代表了一种新的拉丁风格的客家歌 就是完全是用instrumental方式来呈现 Jorge Sosa我要特别讲到这个人 他是古巴人 他出生在古巴的一个Gammaway的城市 他之前在1984年 他也得过了Havana艺术学院的奖学金 功课非常好 讲比较白一点 然后他1993年到了美国 他到了美国 其实他有一段故事 他就是当初代表了古巴的国家乐团 去做一些演出 介绍他们国家的一些国粹 我们知道这个拉丁音乐 这个摇篮就是来自这个古巴 那古巴的Salsa 古巴的Rumba 古巴的Bolero 都是他们的一个特色 所以他是成员之一 他记得他那时候也跟我讲说 他在这个表演过程当中 他在最后一站在墨西哥的时候 他就留下来 想要到美国去发展 就像很多古巴的音乐人 像Celia Cruz Tito Puente Gloria Stefan 他们最后就留在美国发展 所以他到了美国之后 他就有机会跟很多艺人 包括Willie Chirino Celia Cruz 我们的Salsa Queen Nesto Torres 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flip player Chayang 哇 Chayang 这个是拉丁的一个歌手 Gachao 是古巴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乐团 然后包括有这个Latin Jazz Crew Louis Enrique 是一个很有名的宁加拉瓜歌手 拿到了这Grammy奖 他就唱那个 Yo no sé mañana Yo no sé mañana 就是Louis Enrique他唱的 还有Camilo Sesto 哇 这Camilo Sesto 他是70年代跟80年代 风动 拉丁美洲 一位帅哥 Donato Estefan 哇 他的音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前卫 是拉丁歌手 他们的音乐呢 这个Salsa呢 也有参与 最后就是这个Ray Ruiz 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拉丁歌手 这张专辑是一个国际专辑 由Porge Ruiz Salsa 他的编曲 以及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客家 Udito 从东方带到西方去 不说 不说